昨天拍了鹤岗这边的房子 好多人说来鹤岗这边买房肯定会后悔 今天呢我联系了一个江西的女孩 26岁比我还小上一岁 她来鹤岗定居一年多了 我们去采访一下她 她到鹤岗这边来生活了一年多 感受怎么样 后不后悔 找工作方不方便 给她买了点酸奶水果 这边的天黑的是真快呀 这会不到五点钟 天就感觉已经快黑透了 现在是来到了她住的这个小区楼下 看一下她住的这边小区环境 看起来不是很旧的小区哈 一会儿问问她在这买的房多少钱 现在呢是来到了花花的家里面 带你们参观一下 她这温馨的小窝 这个房子总共是花了六万 六万三 看一下哈 两室一厅的 麻雀虽小 这个叫什么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吧 这边是个厨房吗 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个厨房 小小的厨房 然后他们晾衣服也晾在这里 这边是个冰箱 大冰箱 然后这边是个柜子 然后她家养了三只猫 这边有两个卧室 这是卫生间 然后这个是妹妹的卧室 妹妹的卧室 这边 花花的卧室 你会弹钢琴吗 会 会弹 这个是个电钢琴是吧 电钢琴 然后这边她的窗 哇 整得好温馨啊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江西女孩来鹤岗定居的一个故事哈 你这个房子买的是 四万七 四万三 四万三 就是加上中介那些 中介费 然后过户 一起也是四万三 当时是个毛批房 是的 然后自己装修花了两万 对 来鹤岗这边多久了 一年三个月了 一年零三个月 是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来到鹤岗这边来定居呢 当时也是因为家里发生了很多变故吧 然后我有一些不好的经历 当时我就是很想有一个属于 就是我跟妹妹自己的房子 然后当时看过去 大部分地方的那个价格都是挺贵的 然后我的话也肯定买不起 然后后面的话 就偶尔那天我刷到了鹤岗 就是一个低房价吸引了我 然后我看各大博主 就是以前在这边定居了的博主 感觉他们好像是拍的 感觉课感还不错 所以我就凑了个时间 在二一年的九月份 我就过来考察了 我也有了解到 了解到他的故事 真的是 他只比我小一岁 他是97年的 然后我的话呢 我是96年的 真的是他身上背负了太多东西了 就是他父亲走了之后 反正家里边一些变故 就是他从他妹妹是15年是吧 13年出生的了 15年到现在一直都是他在照顾妹妹 然后就是背负了一个家庭 差不多是这样 确实经历了这些嘛 也让自己成长了 当时就是我过来鹤岗这边考察 我真的觉得鹤岗其实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能满足一切日常的需求 所以我也觉得在这边生活 就是我能体验到北方不同的人文环境 你来自鹤岗这边一年多生活体验 感觉怎么样 就是他的生活便利性 像说我在这边也遇到了很多挫折 但是这边的人都很内心的 帮助我度过了很多难关 然后其实我挺适应的 当时一开始也 难免会有一点点落差吧 我来到这里 就当时来的时候是鹤岗这边一个朋友都没有 对没有朋友 就是举目无情的感觉 无依无靠的感觉 那从你来到鹤岗到买房花了多长时间 就是决定买房 我决定买房啊 我是9月份9月底过来考察的 那后面的话 我考虑了一个星期吧 我就拿下了 考虑就在鹤岗待了一个星期 就是七八天吧 就是他也不是说像别人描述的一样 这里是三哥哥 就是说没有信号啊 没有快递啊都有 对我这两天在这边我也转了一下 反正这边就是整体来说 还是一个运行的非常正常的城市 然后这边的话包容性挺强的 那你来鹤岗这么久 你感觉就是工作 工作怎么样 你现在在这边主要是做些什么呢 我现在在这边做的 我最开始是摆它 就是从去年的7月份来摆到12月份吧 刚开始就天气还挺热的时候我就卖冰粉 但是后面天气冷了之后我就再研究摆什么好呢 后面觉得那个汤煎饼还不错 就摆了一段煎饼 对但是后面还是败给了自然因素 那个天气太冷了 冬天食材会冻足 食材会冻足 就鸡蛋会冻得像石头一样硬 瞧不开 就这边冬天的时候 它那个鸡蛋是里边会全部冻足 就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 这就没法摆 没法 然后就是放了冻足 食材酱 就是那个酱料什么全部会冻足 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摆 然后面我真的 我那会就挺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带下去了 就是已经可能冻了点念头 就想离开这里 因为没办法 我这个 如果说我的收入不能满足 就是一个生活开支的话 那没办法 那现在收入这一块 主要是靠自媒体还是 我现在的收入的话 就是说自媒体是一部分 因为我也没有加什么团队什么 就是全家自己去运行这个账号 后面流量就没那么好了 那我就通过自媒体这个渠道 接了很多的能做的活 比如说上门喂猫 上门喂猫 上门喂猫 然后后面就慢慢的 就发展着他过户那个房本 就是有的粉丝他可能买了房 他可能 那你在这边你有去帮人卖房什么的吗 这个的话我自己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就是有的粉丝可能想了解 我就把它介绍给 介绍给别人 认识就靠谱的人 就是最起码保证人家不会被坑 然后过户房本了 现在又多了管理日租房 管理日租房 然后就这边这边房子比较多 他好多他就是日租出去的那种 是就是别人可能日租出去一到三年嘛 然后人家退了房我就去打扫啊那些 我也可以介绍就需要的朋友去住 就是那个房子也是给我发工资的那种 就你自己就他们日租房你去给人家换换那些 对对对打扫啊那些弄好啊也是给我发工资的啊 然后我我稍微的变现多一点的就是通过去接商务合作 就比如做活动嘛人家要宣传嘛 去接那个商务合作拍摄剪辑然后发布 那你觉得来河港生活这么久 后悔吧 不会就是那我12月份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不能摆通的时候冬了点 那会儿有点后悔 现在的话 我不知道啊我在这边要靠什么去生存下去 因为我也去看看下这边的工作 这边的工作来说就是以我的一个家庭压力 跟一个开支好像更能维持一个 就基本的一个收入吧 就是一个维持家里的一个开支 对所以我也是嗯 就那我都该怎么办 以后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打算 目前的话就现在在河港好好生活 一直在河港妹妹现在是上五年级 对五年级了 五年级 就是起码要等到妹妹把高中上完 这边上学啥样 就是你 你在这边待这么久 你觉得这边的教育 然后医疗水平 它跟不跟得上 哦 这边也有上三家一院 赫港 赫港有高中是吧 嗯 有 还有百强高中 就赫港一中 然后也有就是 还有不错的那个初中小学 都有 妹妹的话是上这小区里面的 就是说为了图个方便 这样子 就在家 就在家附近 对对对 那它医疗你觉得方便吗 嗯 还还可以 因为它这边也有上三小医 但当时我没有 我也没有说去过什么大医院 看病 嗯 几个小时能到哈尔滨啊 嗯 一般的话 好像三个小时多 三个小时赫港到哈尔滨 那其实交通还是挺方便的 是的 你看一般 你看一般 我觉得赫港其实真的还是一个运行的比较正常的城市 什么医院呀大商场啊 学校呀 生活便利性都可以满足 嗯 对 所以说我是来过考察 就是来赫港考察觉得这里还是不错的 挺好 哎呀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的抖音名字叫 花花在赫港 花花在赫港 嗯 一个97年的小女生 哎 照顾了妹妹 已经 妹妹今年是多少岁 十岁 十岁 照顾妹妹八年了 哎呀 真不容易 十一岁就 真不容易 反正十一岁 好了 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吧 出去吃饭吧 好 带她们出去吃个饭 吃饭吧